OboNI 现在已经正式宣布了 GPT-4 他们声称这个新的语言模型 更强大 更有创意 更可靠 语言模型甚至可以拿来通过一系列的考试 比如 MSAT 和 BAR 的考试 等等之类的专业考试 而排名还高达 90% 以上 打开了视觉的 GPT-4 甚至还可以达到 99% 以上的高分 相信家长们一定很喜欢这个工具 因为他们整天都要儿子 在学习上达到高分数 而且在 GPT-4 的发布会 他们还把一个手写的抄稿 把它变成一个真正有用的网站 这个实体操作无可厚非 震惊了大众 让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个 GPT-4 的到来 今天我就要和你分享 有什么渠道可以操作到 GPT-4 在其他人都还没有机会尝试之前 看这个视频的你们就能抢先一步 尝试到 GPT-4 的滋味 说到这里 你还不点个赞吗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内容给你大力价值 记得点个订阅 打开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 或你要更加进一步去支持这个频道 可以参与这个频道的会员 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可以帮到你调色之余也可以帮到我更加专注去创作更多免费的内容给大家观赏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拿你 GPT-4 在这个视频我就和你分享三个方法 如何得到 GPT-4 的优先实体操作 让你成为站在AI顶端的人 第一个方法就是打开我们的 ChatGPT 然后我们点击 Upgrade to Plus 如果你是好像我那样是Free Plan的话 他就会跟你说这个现在是你的Plan 因为到现在我还是使用的免费的 ChatGPT 免费的 ChatGPT 它就没有优先权 而且它生成的速度也会比较慢 它使用的语言模型就是GPT 3.5 可是 ChatGPT Plus就不一样 但很多人在使用 ChatGPT的时候也不会影响到你 因为你已经购买了他们的会员 你生成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而且你还能用他们最新的语言模型 也就是GPT-4 这个渠道怎么说呢 就是科金就是黄道 只要你把钱砸下去 你就能使用GPT-4这个语言模型 好了 这个就是普通科金的方法 让你能快速的得到GPT-4的实体操作 我们现在马上去第二个方法 接下来要得到GPT-4的方法 就是需要你的手机啦 所以你没有听错 用你的手机也可以得到 ChatGPT 还有GPT-4的语言模型 我们打一个App叫做PoE 我们搜索一下 第二个啦就是这个Po Fast AI Chat就是这个软件 然后在这里你按安装就可以了 这款App其实不是很多人知道 因为它是刚刚推出罢了 它的创作者是Quora的CEO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Quora 我在这里会简单给你科普一下 Quora是一个问答问题的平台 你在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是遇到什么数学题的困难 可以在Quora那边上问 然后你得到的答案都是比较可靠的 因为在那边不是随随便便 谁都可以做出回答 需要有一定的可靠性 这个平台才可以让你公布你的答案 这个就有点遗体啦 我们就回去我们刚刚的PoE 如果你点了安装的话 我们按Open 这个是它的语言模型 可是你就不要用这个语言模型也可以 你就按这个三条线 然后在这里你就看到有很多语言模型 还有Sage 还有GPT4 还有Cloudy Cloudy Plus Cloudy ChatGPT 还有Dragonfly 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兴趣的是GPT4罢了 在这里你就可以直接用GPT4 你遇到什么问题在这里 你直接问GPT4就可以了 因为在这里它是利用GPT4的语言模型 来生成答案 你就不需要购买ChatGPT Plus了 虽然这款App是免费的 可是我也会很老实地要告诉你 这款App不是完全的免费的 你看到这里吗 你只能生成一个答案罢了 就是你用GPT4 你只能问它一个问题罢了 在这个App里面 如果你需要问更多问题的话 你就需要去Subscribe它这个App了 相信它的价钱应该不会比ChatGPT Plus贵 因为如果它比ChatGPT Plus贵的话 这样子它这个App 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脚吗 人家去SubscribeChatGPT Plus就好了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去看这款App哦 然后除了GPT4 我觉得这个App的亮点就是 你能在你的手机上用ChatGPT 很多人都想要做到的 可是却做不到 现在你就有一款App 你可以用ChatGPT啦 我就在这里问他 你是谁 很简单的 他就生成这个答案出来了 这个答案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在ChatGPT上 生成到出来的答案 这一款App 它就让你很容易的去使用到ChatGPT 因为你就再不需要打开你的电脑 然后去问ChatGPT 你现在有一个电话 你就可以用ChatGPT了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下一个得到GPT4的方法 忘记补充 这个App只是在苹果上有罢了 在安卓的Play Store 它就还没有推出这一款App 如果你是用安卓的用户 你旋用了这个App 你可以去浏览器输入他们的网页 你就可以使用类似这个App的功能了 链接我留在视频下方给你们 在这里事先声明 这个App没有赞助这个频道 我分享给你们是真的觉得 这个App是非常好用 而且我也觉得 这个App会给你们带来很多好处 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下一个工具 在这里我就有几个新闻 关于Microsoft Bing 的一些稿作 也没有猜错 下一个我们即将要讲的 GPT4工具就是 Bing 的 AI Chat 这个新闻就和我们说 Bing AI Chatbot 已经来到了 Edge Web Browser 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公布 因为 Bing AI Chat 将会指入去 Edge Browser Google 做不到的 微软却做到了 还有第二个新闻就是 上个视频我也有说了 微软自己他也承认了 他们的 Bing AI 是跑着GPT4的语言模型 所以这个就是说 现在他用的是GPT4语言模型 而GPT4现在在 ChatGPT里面 他是要收费的 可是 Bing AI 是完全是不需要收费的 在这里你就可以不用花钱 去享受到这个新的GPT4语言模型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ChatGPT有GPT4 然后 Bing AI Chat也是用的GPT4的模型 可是 Bing AI Chat 他就能得到网络上最新的消息 而 ChatGPT的GPT4 他有的知识就停留在了 2021年之前的知识 2022、2023年的他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 Bing AI Chat的过人之处 你就能滑到来最下面 然后这里他就有一个链接 你就可以点进去 然后在这里你就可以直接按Chat Now 然后现在你就进来了 Bing AI Chat里面 他的页面和 ChatGPT真的很相似 可是这个是 Bing AI Chat 用着相同的语言模型 可是页面就换了一点罢了 然后除了这个方法 你也可以在你 Edge Browser的 右上角这边看到这个 Bing 的标志 在这里你就点一下 你就可以随意的在任何网页 启动这个 Bing AI Chat 你就可以有很多选择 你就可以选择 更加有创意的回复 更加 Balance 的 还是更加的准确的回复 可是 GPD 是它主打的 就是更有创意的回复 所以如果你要生成一些很不一样的答案的话 选择有创意 肯定是没有错的了 然后除了这个 Chat 这里 你看这里 Compose 在这里你可以叫他写一个 写一个 E-mail 随便叫他写一个 写一个邮件就好了 然后在这里你就可以选 你要很专业的 tone 很随意的 很搞笑的 这些你都可以根据不同的要求来选择 然后他还有很多不同的风格 叫他写成段落 写一个邮件 或者人家生成一个 Blog Post 或者给你一些 Idea 都可以 在这里你还可以选 要短 不要这样短 要比较长的答案 都可以在这里生成到 是不是非常的厉害 所以 Bing AI 它的可塑性 就比 ChatGPT 来的更多了 因为在 ChatGPT 你都不能有那么多的选择 可是 Bing AI 在这里就做到了 而且不要忘记哦 Bing AI 它用的语言模型是 GPD 4 在这里你就可以免费的使用 GPD 4 了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问他 什么是 GPD 4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会生成什么答案出来 然后在这里他就生成答案出来了 他就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和你说 GPD 4 到底是什么 而且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 他是有在网上搜索的一些资料 他才给你的一些答案 在 ChatGPT 你是完全没有这种待遇 为了这个影片 我们就去问 ChatGPT 相同的问题 看他会回答什么出来 所以如果你把相同的问题 粘连去 ChatGPT 肯定你是得不到答案的 因为 ChatGPT 它的知识库只停留在2021年 而 GPD 4 它是在2023年公布的 所以你问他什么是 GPD 4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 GPD 3 还是 GPD 4 好了今天分享的三个方法 你能快速的使用 GPD 4 模型 除了我们正规的 ChatGPT 我们有手机的 ChatGPT 还分享了一个免费的 GPD 4 希望这些工具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你看到这里你还没点个赞 你在干什么 赶紧把那个赞给打去蓝色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内容给你带来价值 记得点个订阅 打开小铃铛 然后更加进一步去支持这个频道 你可以参加频道的会员 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不管我得读的调色蓝包 帮你一键调出网红照片 可以帮助到你调色之余 也可以帮助到我 创作更多免费的内容 在这个频道给大家观赏 好啦我们下次见 拜拜